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跟你聊聊 需要我的意见 比如怎么把你的小麦网整死 像太阳文化一样 原来是为了女人 那她叫什么名字 温迪 温 什么 温迪 这事办成了 我投你 玩命令 这有唱歌什么事啊 何时 要做唱歌那档节目 而我是不会给刚出道的一个小丫头做嫁衣的 我要向她们证明 谁才是真正的收拾女王 约会有约的成的 有约不成的 你就吃个饭 看个电影 解了人家颜冰的相似病就行 谁让你当初招惹人家来着 问题老师就是 谁 谁 谁问题老师啊 我知道你这次来 你就是为了报仇的 你说我是不是也应该帮忙展昭啊 合同 什么合同 您不是说了吗 约您的温迪和你见一遍 接下来就剩下我们合同的事了 回去告诉你一个问题 小心点 会不会这种人就得有这样的办法 看我说 搜搜擠账 我本来不想这样的 他要是真实一点的 我的音效是过了 可是他这就甩就忙 我肯定不能忍啊 干得漂亮 话又说回来了 你就逢场做戏 强颜欢笑一场 我的大事不就解决了吗 你说得容易 逢场做 行 来 你跟那人查用话要去 我看看 你坐呀 你去吧 这个注意好啊 上吧 我支持你 这个注意好 我支持你 你听哪 就他 你跟他强颜欢笑半小时 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不是啊 我没谁有底线的 是不是啊 想办点大事可真难 其实没别的 我就是想为家里 出分力尽分责 而且 我爷爷这斩家包的手艺 恐怕在我这辈子就绝了 我爸根本不学 我是学也学不会 我爷爷做的斩家包 真的太好吃了 你什么汉堡啊 你牛排啊 衣面啊都好吃太多了 我觉得那是咱们自己的东西 如果有一天 它能变成中国的汉堡 你多牛 是啊 别说了 你说的我都 饿了 我是不是应该帮帮展昭 跟颜冰装装样子呀 这种事是装样子的吗 那颜冰摆明了就是想占你便宜 跳一次火坑不空 你还跳一次啊 展昭的事你甭管了 可我总觉得 我总觉得展昭这事吧 是我给搅黄的 搅黄就搅黄了 多大的事 哪有一次融资就成功的 不经历个七七四十九节 九九八二一难的 就能取得真经呢 别逗了 那满台街不都成成功人士了 展昭做个正经事也不容易 希望他别记恨我 行了 别想了 方兴燃这么说的她不主持人 目前为止是这样的 但这并不代表她不看好这个节目 只是因为她有了个新动向 要做另一档节目 所以恐怕难以分身 是我直言 方兴燃做一口不通声的主持人 是台里领导指定的 现在说坏人恐怕不合适吧 一口不通声 重在创意 卖的是何家欢 不是方兴燃 这个我当然明白 但是台里领导的意见有时候 对了 方兴燃在哪 她 她在闭关准备新节目 这样 你帮我联系一下她 我想当面跟她谈谈 做做她的工作 试试 争取一下 不好意思啊 我去趟洗手间 真是你啊 我听小八卦说 你要来小卖网上班啊 还没想好呢 想什么呀 赶紧来 何总是我见过最好的老板了 你上次说 是何总把你保出来的 对啊 何总呀 这人太低调了 你说办我这么大的事 提都不再提一个字了 可我心里门清啊 这要不是花了大价钱 不可能把爸拿起家怼回去 你确定吗 你什么意思呀 是啊 何总她低调 不提 不代表这事就不是她干的 反正我啊 重新做人了 我就准备跟着何总 我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我拼了 我就风里雨里了 忙去吧 走了 赶紧来啊 小屁孩 赵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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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见你 赵大鹏 我这次一定要见你 我有重要事情要问你 干啥啊 你有病啊 我 我找赵大鹏 没你说这人 来 你赶紧走 不可能啊 他就在这儿 谁呢 你干什么 推我干什么呀 是 你不是躲着我吗 你为什么不见我 为什么总躲着我 我问你 陆飞的事情是不是你搞定的 你是不是把所有钱都给了马达家人了 这就是一解散公司的原因 对不对 你说你一个工作狂人 咱们可能听理你一解工作呢 工作狂是懦弱的另一种表现 我特别想陷下来 在这之前我陷不下来 现在 我做到了 喂 畅哥 你跑哪儿去了 怎么把刘准人给晓着了 我有急事 你这是什么地方了 你就出事啊 这不是破仓库吗 这个 我说对了吧 你是为了救陆飞 才把房子卖了的 太阳文化也无语为继了 你这么对他值吗 事业事业没了 生活生活没了 你知道吗 陆飞以为是何时 帮他摆平这件事情 你救了他 他连恩人都认不清 你说说你现在啊 用这种苦心僧的生活方式 来折磨自己 你有病啊 当年在伊拉克 我没救得了陆飞 一个人苟且头上 这就是对我的报应了 是的 这十几年来 你背负太多了 可惜也没人理解你是吧 我不需要有人理解 也没有人能为我救赎 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你可以把这些话都说出来的 干吗要藏着掖掌 全世界人都在误解你知道吗 你哪那么多位置 你十八个位置没有呀 行行行 我不问你了 好吧 我什么都不问 只要你跟我过去 走走走走走 我现在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做 我也帮不了你 我不用你帮我 我现在是帮你 你跟我走 哪怕回展爷那儿都比这儿强 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清静一会儿 你来了以后我脑袋更大了 你是不是又又疼了 那医生给你开的药你吃了吗 医生给你开的什么药我管用嘛 把药吃 你走吧 走吧 走吧 我可以走 你把药吃了我就走 你干吗呢 你不让我走吗 我走啊 你给我记住了 那事不许告诉陆飞 我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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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记住了 欣然不愿意做一口不同声 台里又非点名方欣然 欣然要做那个创业节目 又没能说服刘主任 你说 我该劝谁 贺总 依我看 不如约刘主任来做最后的决定 贺总 你现在是没法做决定的 无论你强迫哪一方接受 都会显得你很不民主 但是如果让刘主任代表播出平台 做这个决定的话 谁也说不出什么呢 把球提给刘主任 是个办法 但是您预测 刘主任代表台里会怎么选 无所谓啊 无论是哪个结果 不 对我来说都没有损失 我跟刘主任说 你去告诉唱歌和欣然 好 这么多 差不多 怎么这么多年的慌啊 我的天啊 干嘛呢 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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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将谱呢 准 准备刷小广袋来 展爷 我现在是一段选手 你不能拿九段的标准来要求我 没有 我从来没有拿九段的标准要求你 你现在是一段还不断呢 你要如果坚持 每天是练八小时的话 我估计呢 一年以后差不多吧 到一段 一年啊 嗯 那我什么时候能到你这水准啊 到我这水准 我估计 到我这岁数 差不多 可能 也许 也许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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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说的话我就不活了 你看 喂 这事情告普了吗 好好好 那我现在就来 好嘞 不是 妖嫂啊 就照你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二百年 二百年 那是网吧 哎呀 这糟蹋粮食 你说这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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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好 来 来 怎么样 有准了吗 陈深又给咱们介绍了一个 估计是 人家把电话直接打到我这儿来了 说是听过咱们的项目 听过咱们的项目 够有面的 这么说咱们在业内也挂上号了 别没太早啊 可能挂的多半是黑号 你个乌鸦嘴 这事情要是黄了 就是你的嘴给放了 怪我呀 走吧 进去吧 后面就看见了 够帅了 这样闲腿长 好 行了吧 大小姐 你说我 你这个自我治愈的方式还是效果显著的 我这陪聊也陪得差不多了 我还得帮你拍图 还得帮你修图 够够的了 谢谢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得了什么病吗 我恋爱了 那还真是病得不轻啊 我爱上了一个遥不可及的人 外星人 讨厌 那那那那那 来了来了 帅不帅 是不是特帅 铁皮疙瘩 他就是许家乐 我一摄影师朋友给我介绍了 我俩刚认识 见过两次面 但是 他已经是我生命里的阳光了 我相信这就是爱情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浪费我的时间啊 你哪回见到小鲜肉不如这副德行啊 你从来都是这样的 看见小鲜肉 根本不需要什么包包啊 衣服啊 鞋子什么的 你需要的 你需要的是药 挣挣气 写些话 我 干嘛呀 医生 您好 您好 你哪里不舒服啊 我哪里都舒服 不是 我来时有点事想问问您 这个姑娘 除了看病 我也帮不上你什么忙吧 齐 这位小姐 你都没挂号 怎么自己闯进来了 一句话就一句话 一句话就完 那个 医生您帮我看一眼 这是什么药啊 这还真看不出来 你在哪里开的 是不是忘了药名了 你帮我把这药坏一下 多少钱 对不起 我没这个义务 这儿是医院 不是你玩的地方 我没玩 要没什么事 就先出去吧 下一位 不好意思 请您出去 我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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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 这两天 感觉怎么样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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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会来找我了 说吧 是不是再开台止疼药啊 我跟你说 展先生 你能够到我这儿看病 就说明咱俩有缘分 今天我就跟你说句心里话 你这么拖下去不行啊 看这片子已经说明你的问题很严重了 我建议你马上进行手术 不然 很难预料什么后果 你看 你又是这么嗡嗡唧唧的 你到底给我一个明确的表态好不好 我不想死在手术台上 你给我开药吧 你 大鹏 我给你的方案你看了吗 我看了 你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你呢 没有创过业 想办好一个这样的栏目啊 最好找一个在创业界比较牛的人 把他拉进来 手里有了这张王牌 你这个节目就会办 你这张王牌 让你说的就这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 一般比较牛的人嘛 不会轻易答应别人的要求 所以你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好 我明白了 那我再想想吧 展大鹏 这么严重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说 说什么呢 你知道我说什么事 陆焕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 我救陆飞 这是我的责任 天经地义 我说的不是陆飞 都到这儿了你还瞒着我 我什么瞒着你啊 我该走了 你跟着我干什么 我得回去啊 我送你回去 我看你锁在路上都没人知道 开车 你这样后刑 你得马上住院 医生说你得做手术知道吗 要是手术的话 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 也可能会落下后遗症 我给你说这些事呢 就是想让你不浪费时间 别为我安排 我不为你安排 谁为你安排啊 你自己一个人能行吗 我自己的事 我自由安排 我不想让这件事 成为所有人的负担 你不是负担 我既然知道了 就不会不管 你管 你是我什么人 你可以不把我当成什么人 但是我把你当成老师 兄长 恩人 知道吗 别煽情 我什么都没帮到过你 你帮过 你在我自我怀疑的时候 给了我精神上的力量 把我重新拉回了 理想的轨道上 这些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没那么高尚 我现在都是一个废人了 你做你的事去 我就愿意跟你做事 我听说你去了小麦王 我很高兴 努力工作吧 实际弄想 不对 这不是展大鹏应该说的话 展大鹏最瞧不上 小麦王那些只会 稍贤不会做事的人 我现在都是个废人了 我有什么资格 瞧不起别人 你能不能别在这儿 给我演自暴自弃啊 你细部连我不信 这是我最近写的 拿回去看看 或许对你会有一些帮助 记得还给我 我累了 我想见一见 没心意 没心意 蔡总 怎么会没心意呢 你再仔细看看 那就是再给我扁论啊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像你手里边的麦当劳一样 它也是两片面包加一块肉 抹点酱 你说它有什么心意吗 照样全世界的麦啊 你只说我迟了没心意 不不不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 打个比方 举个例子 那俩 招我 脑窝痛子无视完 太说我迟了没心意 这样客不中啊 蔡总 蔡总 那个 是这样 我这兄弟俩今天早上勤猛了 有点懵 所以呢 你再给一次机会 让他重说 好不好 我重说 我重说 你 不好意思啊 蔡总 不好意思 我能接个电话 喂 黄秘书 我在开会呢 喂 黄秘书 我在开会呢 黄秘书 我在开会呢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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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床一喊 拜拜 黄秘书 能害乡没有找我 给他扣子了 诸国乡 先把电话给我管机 正式向我道歉 蔡总 这不至于吧 不就 及个电话嘛 对不对 这不是一个电话的问题啊 因为他浪费我一分钟的宝贵时间 这位叫什么来着 蔡总 不管了 你 我这辈子也不想再见到 因为你也浪费了我们宝贵的时间 你吃的呀 真的是没有心意 而且 从交流过程中能看出来 你这个人很缺少涵养 走 另外 为了他人着想 你的吃相可以再优雅一点 蔡先生 你说我 我问你 你是不是疯了呀 那么卷人家 你还想不想要投资了 想要啊 但是不要他的 这给你嘚瑟的 怎么着 接个电话你就厉害了是吗 想知道吗 想 赶紧说 过来 刚才老梁的秘书给我打电话了 说要投资咱们啦 真的假的 真的 给你一份 我们这根本说过 手里面向我们好 根本就不用第三下次了去讨好那些投资人 而是他们 要哭着喊着投你 没错 你不早说 我 真恨我刚才自己没发很好 我又说要要回去 骂那个孙菜的几句 去吧 好 好 好 来来来 好 同志们 这什么感觉 翻山的感觉 什么味道 八岁的味道 一批投资款来了 后面还会软吗 不会 好 唱歌 高兴的时候不许不嗨啊 你们俩要嗨起来呀 对 燃起来呀 不好意思啊 我燃点比较高 来来来来 好好好 恭喜你们两个 谁想到这么快就找到投资了呀 你难道真的是个看脸跟你带 我跟你说 哥们儿项目好 人又这么优秀 投资人一看就心生梁字 信任 老梁今天告诉我了 他投我就凭梁字 直觉 直觉 那这人也各不靠谱的 别忙 以后呀 我就是主席 你就是主席 主席 主席 劝你的 谁给你当主理 你当主席 我怎么着也是个副主席 嘛 你俩该舞吧 唱将你未来来了 你 唱歌 你怎么了 这么高兴的时候 不许不嗨啊 怎么了 我 我就有点困了 没事 困了 来杯咖啡 一会儿接着嗨 一会儿啊 我还要给温迪 跳一段舞的 咱俩说了 排除更贱的舞步了 你错过 小心 我保证不会睡着的 从伊拉克回来 有至少半年 内心恐慌 茫然无措 每天不敢关灯 因为在黑暗里 常常听见枪声炮声 罗欢走了 我曾经认定的一切 都崩溃了 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没人能给我一个答案 开始做节目的时候 眼前一团漆黑 每个人都说 你疯了 为什么要自己做一件 不可能的事 第一年 每天睡觉的时间 不超过四个小时 每天被至少三个小时 骂得够迟到 喂 你会准备怎么样了 放心吧 没问题 千万别掉以轻心啊 明天刘主任来咱们公司 听你和方兴然的节目阐述 很可能 只有一档节目可以上 你也知道 我有偏心的 肯定是希望你会赢了 别啰嗦了 我知道了 陈总 您看 咱们这几个程序员都上班了 咱们是不是应该中午馆的饭 让展爷给他们炒几个家常菜 五个人 一百块钱标准 一百块钱标准 咱们不是找到投资了吗 干嘛不找个香一点的办公地点啊 你看这儿 风吹日山 钱一花在兜日的时候 展业账免费啊 那咱们卖肩包 不应该找个门脸吗 什么年代啊 什么思维 现在是电子商务思维 什么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啊 什么叫电子商务啊 你们这些体育生 其实聊点正经事 比奥运拿金牌还难 不带人身攻击的啊 下午我们喜悠乔蓝球赛 我都退了 快跟我好好加点 说了 第一步 我们就是要造概念 知道什么叫造概念吗 我们就是要打广告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有我们展家包这么牛的咚咚 至于实体店了 那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你们几个赶紧好好干活啊 好嘞 那 那 那我呢 我干点事 你啊 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吧 那 那我让展爷商量注重吃点事 出息 你觉得自己有可能赢吗 有 乐观的生活态度我很欣赏 谢谢 但是你要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 我可不想看着对手哭鼻子 傲慢与自信只有一步之遥 哭的那个人不一定是我 不过 我可以提供纸巾哦 祝你好运 我认为一口不同声和创业寿 都是非常好的节目创业 无论我们选择哪一个 都会得到公司上下全力的支持 我再说一句啊 台领导非常地重视今天的会议 所以我们的讨论 他会通过直播看到 你们两个一名家 谁先来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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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吧 好 一口不同声的关注焦点呢 是家庭关系 我们大家都知道 家庭是 整个社会的细胞 如果家庭不稳定 那么家庭里的 每一个成员 就 就会感到焦虑 我 我们的节目是 以家庭为单位 就一件事情展开讨论 从而 从 从而 做到沟通 谅解 做到沟通 谅解 完了 就这些啊 挺简名额要的 要不刘主任 我们听听欣然怎么说 一会儿唱歌想到什么 再补充 好 现在来看一组 我们做的调查视频 请看大屏幕 我从事IT行业十五年了 我打算在深层五年后 开一个大的公司 我的偶像是乔布斯 乔森 我的梦想是像成为 扎克伯格一样的人 谁 扎克伯格 马云 马爸爸是我的偶像哦 根据我们的调查 有七成以上的年轻人 会把创业英雄 当成他们自己的偶像 毫无疑问 创业是他们目前 最关心的话题 据我所知 我们现在还没有一档 像样的 有广泛认知度的 创业类节目 再来看一段视频 非常感谢方欣然小姐 对我的邀请 创业授这个节目的策划 我非常喜欢 也很愿意参见到节目中来 当评委 也能结识更多的优秀年轻人 也许在节目中 真的能找到 下一代的乔布斯呢 徐大平先生 在创投领域是全中国 乃至全亚洲 最有影响力的人 可以说 他是一位明星级的 投资大鳄 据我所知 这是他第一次 深度地加入电视节目 如果有他的助力 我们创业授的专业性 唯一性不言而喻 喂 好 好的 许大平真的答应来吗 您亲耳听到的 还不相信吗 不好意思 我还有几句话可以补充一下吗 等等 唱歌 等会儿再说啊 我呢 刚才接到台灵的电话 他听说投资大鳄 徐大平价吗 他非常幸福 他表示 他相信创业兽有他作证 方欣然主持 强强联合 一定会做成一档爆款的娱乐节目 好 好 好 你怎么在这儿 怕你想不开啊 就在后面跟着你 别跟着我 车坏了 车没电了 是心情坏了 我送你回家 要不然我陪你走一走 这是对失败者的同情吗 不是失败 只是离成功差了一点点 不用安慰我 我根本不值得同情 别像个小孩似的好吗 成熟点 我根本承受不起来 我太沮丧了 我之前太乐观了 我到今天才明白 电视台要的一口不同声 是方锡然的一口不同声 没有方锡然的架势 他根本什么都不是 你用不着妄自菲薄 你的创意很棒 展大鹏说了一句话很对 我差得还太远了 很多时候选择都是无奈的 但是你要相信 结果规定很坏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比如说我们之前分开的 错 是你一声不响地甩了我 好 是我不好 但是你要相信 那是我人生当中 做的最坏的选择 可是如果没有那个选择 就没有小美网的今天了 错 你的选择很好 是我小 alarms 我没有小弹 是不是 叫我小弹 是不应该 跟我老庄 就是不应该 所以就是不应该 还是不应该 就是不应该 它是不应该 从最尊重的 你还可以 2003年4月 我和陆煥作为战地集中 跟随英国迪奇装甲录 在巴士拉南部地区遭遇了附近 混乱中 我们逃进了巴士拉南部 杀了无人区 脱鼠 极恶 周边极大的温差 使我们紧紧绝望的 但是我们没有放弃 我们决定往南 徒步穿越无人区 寻求救援 陈大棚 开门啊 我知道你在里面 别躲啊 别躲啊 我看你了啊 别躲 别躲 出来出来 别躲了 房子里面没有人啊 你 你看见啥了吗 没人吗 你不要胡说八道啊 有的话 那个也不是人 陈大棚呢 那个哑巴妈 她一大早就到海边去了 这之后就到海边去了 海边去了 我抱一会儿啊 你是不是在这儿